随着封面开始抵达 造成比较强的一个降雨 那目前看起来封面是有两波的影响 一个是在明天后天是第一波的封面 那再来是在周四的时候 第二道封面逐渐在接近 周五到周日第二道封面开始影响台湾 以目前降雨的一个预估上来说的话 可能在周二周三就是在西半部地区 尤其是可能在中部以北地区 雨是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气候变迁 的确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种雨量不变 那我在很短的时间就把雨水降完了 那代表我的降水时速下降 那也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下雨的几率也增加了 专家提醒了 接下来全台湾各地这个星期的降雨几率都偏高 尤其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 更要盛防局部性的较大雨势发生 所以这段期间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 还有一些土石流的浅势高危险地区 地窝地区也要提防淹水 再次准复地区